音乐 视盘的声音 只要是音色 音的这块你都听得 这个音色也好听 有味道 这个就叫音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年82岁 我十四岁进美日月机场 一直做到现在 要六十多年了吧 这个声音的东西服辞尽的 我希望它们能够越做越好 所以比现在还要能够提高 我主要来弹琵琶 我是为了揍琵琶 我要知道这把琴不好 这个毛病是哪里来的 那么要找原因 我要去请老师来听这个琴 那这都烦 每一次周围批琴都要和老师来听 成人家会主要不是好琴的 那么我就想办法去学琵琶 我到人家去做琴琶 我主要摸一摸 这个应该是网粮 因为它这个里面有得高地的 这个网粮做得低了 它这个板子厚了 就厚了 网粮做得拱起来了 它这个面板就剥了 但是有很多做琴琶的人都做不好 在自己理想的方面 他不注意 我想他就这个东西 人家也看不到 我为什么要这么考究干什么 在外边走到黄一地面就哭了 实际上这个是错误的 我今年六十岁 从事琵琶是三十几年 做琵琶实际上有几个部分 一个是原材料的储备 因为原材料的储备也是做一把好的琵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储备的周期越长 相对来说琵琶材料的干燥 就对发音都有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制作部分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内塘、樱凉、樱柱和面板 面板我们有的叫樱板 这个里面可以分两部分 按照不同区域来制作琵琶的 南方要喜欢柔一点、绵一点 北方喜欢刚一点、亮一点 木工这部分做完了以后 我们就是说油气了 一方面保证琵琶不容易开粒 第二个又保证它的美观 第三部分就是装配部分 我们说装配就是包括琴琼、签品、排品、调试 实际上创新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 我希望年轻人第一个喜爱音乐 第二个开动脑筋 第三个精工细做 我们的产品能够让演奏家们喜欢、喜爱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